正式开始了 咱们别风水了 兄弟 好 只能船 只能船 只能船吗 只能船球这边 八球万人只能船 别的可能船球就比较自由的嘛 我想上下中左右都可以 但他就这个只能船球是往后走 这个方向的问题 不会特别习惯 他往后跑 你怎么往后跑啊 你怎么往后跑啊 我后面没人啊 我不能船 没关系 让他拔掉就是 不要往后退 这边 吊球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玩嘛 然后我们训练时间也比较多 所以 大家也不知道规则 然后 知道了从什么角度去得分 我来发 我来发 你往外面跑 好 邀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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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传给对面啊 你怎么传给对面啊 几个球下来 对面专业队的 一直在得分 我们还是零分 然后就晚光 其实严格说 说起来我们 其实是不可能比过他们的 不知道该怎么做 不知道该怎么进行 晚上吃的吗 咱 就晚上吃的 能不能不要太贵啊 他把冰空茶卖了一会儿啊 可以啊 欸 他们是专业的 对 要不我们只要得一分我们赢 对吧 我觉得没有竞争力啊 我们要是只要得一分我们赢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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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 我觉得你们可以的 你们可以的 有你在 没问题 今天你们是第一次结束橄榄球 那我们的队员又是 残惜经过训练 其实今天这个并不是特别公平 但是这就是我们橄榄球 欲强则强的精神 欲强则强的精神 我知道走外线 我知道走外线 哎 兄弟们 跑得最快的人 最灵活的人 就是肖哥 让肖哥去编路 然后趁他们不注意 就把球穿给他 然后让他去得分 对我们走外线 对 走外线 走 我直接跟我们来吧 来